记者许世影台北报道,美丽华影城最近爆出股东内斗,先是18日起无预警关闭六成放映厅,取消10至20场电影,影响观众权益,今更宣布将停业一个月,包括接下来热门影片以人与黄蜂女的预售也喊卡退票。 美丽华娱乐今下午5点由委任律师陈议会出面说明,美丽新娱乐董事长黄世杰则宣布将于5点30分接住开记者会整起事件接连报出影城董事会内斗,原美丽新娱乐的董事长黄世杰被赶走,改由姐姐美丽华娱乐的黄秋香担任董事长,并聘请前总经理特主张博凯担任大支影城总经理。 美丽新娱乐昨发声明指出,美丽华娱乐公司无预警撤换管理高层,恶意违约,美丽华大支影城由委任律师陈议会代表宣布,大支影城将从22日凌晨放映最后一场次之后开始暂停营业一个月。 更提到美丽华大支影城先前委托于美丽、新、娱乐、股、公司执行管理业务,由于该公司近年来屡遭董事会监察人发现违反竞业精神, 今年5月上旬,正式通知美丽新公司于三个月后终止委托,然而,却陆续发声员工集体离职,系统异常,无法正常排片等难以预见的状况。 因此宣布将重整影城,暂停营业一个月,本公司将进行网站及顶票系重置,至于先前影城已首出团圈,美丽华娱乐及美丽华大支影城将全部承受,并接受消保官监督,官营者权益不受影响。 此外,该公司也保障所有从业人员权益,妥善照顾正职及公读人员,期待一个月后,美丽华大支影城将依全新面貌迎接贵客。 律师也强调,一切的消息将由美丽华百乐园宣布的消息为主,美丽华大支影城粉丝也宣布的停止预售消息都并非真实,包括6月18日发生的退票事件, 都是受制于美丽新娱乐公司,等于。 而原先5月上旬通知美丽新公司于三个月后终止委托,今天下午召开的董事会也正式,提前终止美丽新公司的委托。 美丽华娱乐委任律师陈义慧,又,说明目前影城营业情况,罗有志,佐,以公关身份出席。 记者胡顺祥社,美丽华娱乐委任律师陈义慧,又,说明目前影城营业情况,小股东,佐,突击发言被阻。 记者胡顺祥社,美丽华影城本月18日传出影厅瘫痪问题。 记者胡顺祥社,美丽华影城本月18日传出影厅瘫痪问题。 记者胡顺祥社。